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爱发明 我是主持人丁锡 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科学顾问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彭梦华老师 彭老师您好 您好 洪老师今天我给您带来几块布您来看一看 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对吧 这就应该是一般的蜡染 很漂亮 很漂亮 我还要给您看一块布呢 洪老师看 这块布您肯定没见过吧 像纸一样的布 像纸一样又可以说像牛皮一样的布 那么这块布呢在制作工艺上一定是特别复杂的 这种布啊叫亮布可以做成很多很漂亮的衣服 那亮布又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 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 大自然是万物的调色盘 还保留着古法织布制衣的传统 穿着亲手制作的斑蓝彩衣 再歌再舞 尽情展现 青春和美丽 您好 您好 我看了你们的这个表演啊 这歌舞非常的精彩啊 对 然后我觉得你们这一服装是非常有特色的 尤其是您这件感觉是非常与众不同啊 对啊 因为我这是亮布做成的呀 这就是亮布做的 对 那我看这个布好像是有点硬 而且上面很有光澤呀 对 这个布还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一块很普通的白布做成的 然后它的工艺是非常复杂的 那做这布容易啊 不容易 做一块布的话要两三个月才能完成的 有这么久才能放得出来啊 那看来非常不容易 但是这衣服非常漂亮 要不然您带我去了解一下 看看这个亮布怎么做出来的 好 那您带我去吧 走进村寨 几乎家家户户门前 都亮着自制的亮布 亮布一种传统手工布料 因闪闪发亮而得名 是苗族镶嵌眼中最高档的布料 如今神奇的化学染剂 可以轻而易举诠释出 想象中的任何色彩 可是从大自然中提取服饰所需的蓝色 依然工序繁多 潮湿的山谷地区 很适合染蓝植物的生长 马蓝一种蓝草 人们采下枝叶用来染蓝 留下金杆来年千叉 当蓝草被充分浸泡后 神奇的转化便由此开始 经过三到四天的浸泡 电蓝色素开始活跃 融在水里 接下来的一步举足轻重 按比例加入生石灰 这个千军一发的比例 决定着蓝殿的橙色 全凭经验 轻出于蓝而胜于蓝 描述的就是这种奇妙的色素转化 马蓝草到达生命出色的巅峰 成为蓝殿 去为一件衣裳出彩 今年是欧阳嘉宏 嫁到爱河村的第五个年头 没有出嫁之前 欧阳嘉宏对如何制作亮布 也是一窍不通 经过几年的学习 如今心灵手巧的她 已经成了村里 制作亮布的好手 几乎村里所有的女人 都会做亮布 但是亮布在制作的过程 千变万化 每一个人做出来的亮布 都不一样 每一匹布都有自己的感情 都有自己的温度 一针一线之间都注入了情感 做出来的衣服 也有了暖人的记忆 要制成一块优质的亮布 除了要制得一手好垫 还需要反复进染 蓝垫着色 布料会呈现浅蓝色 要不断加深颜色 垂布 在石板上捣垂棉布 是亮布散发神秘光泽的 重要步骤 被敲打过的棉布 绒毛会变得平整而光洁 垂布可以让布料平整 着色均匀 欧阳嘉宏 咱们垂布就是这样的 用木垂它就行是吗 对 要非常慢腻的垂 看着很简单呀 很腻腻的 不行你试一试 费力吗 对 就这么一个木垂能有多重 你又知道了 你看看 不就这样吗 行吗 这不行 怎么不行啊 我看你就是这么垂的 这太矮了 你都也不够 再高一点 还高一点是吧 那这样速度太慢了呀 你还不熟悉吗 垂的力度大一点 果然好像它这个布的变化 就比较明显 对 垂的地方就这样 没垂的 你会还是这样子的 好 那我加油垂一下 本以为垂步很容易 可没过多久 刚开始那股兴奋劲 就飞到了揪消云外 垂步的过程既枯燥又劳累 可以吗 比赛不行 还不行 比赛不行 太慢了 这我已经很尽力的很快了呀 像你这样垂垂 一个月都垂不好 一个月 对 那我要一个月 才能做出来这样的布吗 你想做出这样的布啊 要两个月 欧阳嘉宏告诉记者 垂步不可能一天垂好 要反复浸染 清洗 蒸晒 垂打 不断重复着这些步骤 才能使泛滥的布皮 开始发亮 垂步 是亮布制作过程中 最关键的一步 也是最繁琐辛苦的环节 接下来 上鸡蛋清固色 这些步骤不断重复 经过多次染色 反复垂击 亮布才得以脱颖而出 透出蓝紫色的光泽 不行了 太累了 我得休息一会儿了 我这才垂了十分钟 我就觉得好累呀 这个木唇看着挺轻的 但是它还是挺重的 对对对 这个手腕时间长了 还是有点累的 对 胳膊举起来 这也酸 对 腰这样的工作 这也有点累 实在是太辛苦了 那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垂步呢 这个垂步的过程 还很枯燥又辛苦 那垂 这个就是一种传统文化 手工艺 只能这样子 正在欧阳嘉宏 为垂步辛苦 烦恼不已的时候 一个熟人 徐昭才 前来攀谈 各位大家好 你今天又在垂步 对呀 又在垂步 我看你天天垂挺累的 要不我回去做一台机器 来帮你垂步 可以做出给我们垂步的机器吗 我虽然没做过 当然我可以试试看 那你做好的话 拿过来我们试一试 发明人徐昭才 发明项目 自动垂步机 34岁的徐昭才 生活在贵州省前东南 苗族洞族自治州的 杨平镇龙唐村 高中毕业后 徐昭才开始学习汉街技术 在福建广东等地 打工多年 返乡后 开办了一个小农具加工厂 经常走乡串户 帮忙维修各种农具 由于身居少数民族地区 当看到光大苗族洞族妇女 长期垂步非常辛苦 他很想改变这一现状 于是徐昭才学心 做出一台 可以代替人工垂步的机器 做自动垂步机的想法不错 可是什么样的机器 才能自动垂步呢 徐昭才一时 也没有头绪 不知该从哪里下手 一天 徐昭才路过一家商店 看到一个水车充米机模型 摇动手柄 通过旋转轴不断旋转 带动上面的榔头 一上一下完成充米的过程 看到这一幕 徐昭才突然有了灵感 可不可以用相同的方法来垂步呢 有了想法 徐昭才立刻着手制作机器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 一台自动垂步机就做出来了 徐昭才发明的自动垂步机 通过手摇或水流充机 带动一个带有波片的轴转动 使波片不断去压杠杆机构的一端 另外一端的木榔头 就会抬起落下 产生一个作用力 从而实现自动垂步 徐师傅 在忙呢 这是您刚做好的机器吗 是啊 你觉得怎么样呢 看上去好像有点负载啊 它是怎么来垂步的呀 有两种工作方式呢 第一种可以用手摇 另外一种呢 然后可以用水冲 我设计了一根长的竹 竹在上面加了一个波片 就是小人推的那块是吧 对 然后我在它的两端呢 这边加了一个摇柄 手摇这个摇柄的波片 就会压一下前面那个杠杆 不停地摇动的话 杠杆上面的木垂 它就会做上下运动 中间是一个水车 它水车冲鱼的原理就是一样的 从这个轮子的反生动力 钻到这个竹也能够不停地垂步了 我们能垂好步呢 这个绝对没问题的 效果应该不错的 那咱们垂步试试 看一看效果怎么样 现在垂步的话 我这里没有步 要不找点其他东西来试试看 行 那也可以 我们先试试看看吧 很快 徐昭才拿来一些辣椒 用塑料袋包好 然后放到石板上 徐昭才用手摇动摇柄 机器立刻运行起来 波片压动杠杆一端 另一端的木垂头 抬起落下 随着机器的主动轴 一圈圈旋转 波片也跟着旋转 来回压动杠杆 木狼头一上一下 垂击辣椒 看到机器运行正常 于是 徐昭才启动 水车自动运行模式 在水流的冲击下 水车飞快地旋转 波片压动杠杆的速度更快了 木狼头如雨点般密集地落在辣椒上 徐昭才配合机器的节奏 利用渐气快速移动塑料袋里的辣椒 围过多长时间 辣椒似乎已经体无完肤 效果究竟如何 快来看看吧 这个辣椒锤得好像还是不错的 都碎了 都变成了辣椒粉了 看着挺均匀的 反对碎了 机器锤这个辣椒的效果 还是不错的 挺理想的 那锤布的话 能不能也像这么好呢 机器这么大 锤辣椒这么好 锤布的话也应该没问题 测试的成功 让徐昭才信心大增 立刻带着机器 去找欧阳嘉宏 可是眼前这台机器 看着十分笨重 能不能锤好布呢 徐昭才决定 当场演示一番 徐昭才启动机器 在水流的循环冲击下 小水车不断旋转起来 带动一侧的铁皮小人 开始工作 布片一圈圈旋转 木狼头也一上一下 不断抬起落下 重重地落在布上 为确保锤布均匀 徐昭才需要配合 机器锤布的节奏 不断移动 翻转布料 欧阳嘉宏 你觉得我的机器 锤得怎么样 觉得你的机器 不怎么样 你的速度跟力度 我觉得都没有 我们人口锤得好 我感觉还可以啊 那我们拿来比一比嘛 不信是吧 肯定不信嘛 来比赛 双方水也不服水 看来只能比试一番 见分巧了 于是欧阳嘉宏决定 也锤一块布 一个小时后 对比看看效果 经验丰富的人工 发起了挑战 徐昭才立刻感到了压力 毕竟机器刚刚做好 第一次使用 并且自己也没什么锤布的经验 但是现在 也只能放手一搏了 虽然对手 是台实力未知的机器 欧阳嘉宏 依旧非常淡定 毕竟是做 再熟悉不过的事情 手起锤落 一上一下 木锤如雨点般落在布上 密集有力 欧阳嘉宏 你这边锤得怎么样呀 锤得也还行嘛 因为我们人工锤嘛 你都大马 我一锤下去 颜色就会有所变化 变得白一点 然后也会变得很薄 因为人工锤得比较均匀 均匀啊 然后上一次染的时候嘛 它就很容易上色 就会染出来的布 就会很漂亮嘛 那你觉得机器那边锤得怎么样 其实我学的布怎么样 因为它力度不够 速度也没有快 我这边比较领先一点吧 听说机器可以锤布 村民们非常好奇 前来为官 你们是在看比赛是吧 有见过这样的机器吗 觉得哪边能赢呢 肯定机子啦 现在科学发展这么好 这种科技嘛 我们肯定是更支持啊 如果机器都不赢的话 那还造机器干嘛 我觉得人工会赢 锤布是传统的手工艺 它必须还是依靠人工 机器再怎么发达 还是比不上人工 半个小时过去了 欧阳嘉宏的脸上 渗出了痘大的汗珠 手上的速度 也比之前慢了不少 木锤的敲击力度 也弱了很多 欧阳嘉宏 我看你锤的速度 好像慢下来了 很累 你看我们都是满头大汗的 因为我们平时在加了什么 就是空的时候 闲的时候来锤一下 那今天不是为了比赛吗 在那也值得呗 跟这个机器比比看 到底它效果怎么样 是吧 对 行 那你还是再坚持坚持 加油锤吧 对比之下 徐昭才非常轻松 机器有节奏的一上一下 锤一步声声 咚咚作响 徐师傅 干这么长时间了 累不累呀 不累 这个还是 感觉还挺轻松的 转转步就行了 主要是机器在锤 您这边咚咚步 还是比较省力的是吧 那你觉得等会比赛 您这边能赢吗 如果我的机器锤得好了 人工锤得差不多的话 证明我的机器还是挺好的 就觉得咱们机器就成功了 是吧 对 行 那您加油锤吧 等会咱们看看效果 最后关头 欧阳嘉宏不顾疲倦 重整旗鼓 希望能以质量取胜 徐周才也不甘示弱 背水一战 希望能一鸣惊人 一个小时很快过去了 究竟哪一方的锤步效果 能更胜一筹呢 徐师傅 欧阳嘉宏 一个小时时间大了 我们来对比一下 看看我们双方锤出来的步 效果怎么样 谁锤得好呢 我觉得我这还可以啊 肯定是我的好嘛 你看我这个颜色也均匀 亮度也出来了嘛 因为它的颜色变淡了嘛 也薄了 比你那个步 而且还要硬一点点 你看你那个颜色还很深 那个水溅在布上的话 那个布会变皱 不会锤得很平 人工锤的话挺累啊 我的机器锤的话 我只要转一下布 人感觉很轻松啊 那假如我一块布 锤一个小时 你一块布要锤一天 那不是没用 那不是很浪费我时间 觉得机器锤的速度和力度 还不如你 对对对 太慢了 你那么这个机器还没有 我们这个人锤得好 第一次做也还没什么经验 要不我先回去改一改 邦老师 这台锤步机啊 它的这个效率还不错啊 但是锤出来的布嘛 好像有点不太理想 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 锤步机呢 是仿照着最早的 那个水车的工作原理 水车呢 它转以后啊 压这边的杆 抬到一定高度释放 抬得越高 释放以后 对底部的锤机力越大 但是抬到一定高度以后 它下落的时间是确定 但是上升的时间 我们可以控制 就是它落下来 马上让它抬起 这样让它在单位时间内 锤机的次数会更多一些 还可以做一方面的改进 质量加大 那么同样从这样的高度 质量大的 对下边的锤机力就大 那么如果我们 在这再放上一把锤子 那双锤 这样就不会浪费 您刚才说的单位时间了 这样就可以锤得更快一些了 两个锤子一块锤 那在单位时间内 锤机的次数和锤机的面积 都会加大 锤的效果呢 可能会更好一点 那么究竟我们的发明人 会如何来改进这台机器呢 改进之后 效果会不会好一些呢 我们赶紧看一看 没想到 好不容易做出来的 自动锤步机表现不佳 徐钊才心里非常失落 年轻的时候 徐钊才立志在大城市 打拼一番 可是为了家庭 他不得不回到家乡生活 在徐钊才心里 一直都渴望能有一番作为 得到大家的认可 他觉得 自动锤步机 正是能实现 自己梦想的那块跳板 徐钊才也以继日地思考 如何改进机器 第一次稿发明 徐钊才只知道 单纯模仿冲米机的创意 忽略了从中汲取灵感 进行创新 经过反复思考 徐钊才认为 机器的原理可行 只要想办法提高 单位时间里锤步的次数 应该就能提升 锤步的效果 一天 徐钊才骑自行车出门 脚踩一下 自行车的轮子 就可以转上一大圈 两只脚交替 可以让车走出去很远 徐钊才突然有了灵感 同样的时间 只要增加波片的数量 不就可以增加锤步的次数了吗 有了想法 徐钊才立刻重新制作机器 这一侧 它一定要反败为胜 改进后的自动锤步机 采用电机带动皮带轮传动 旋转轴转速增加 同时旋转轴上的波片 增加为两个 因此相同的时间里 锤步的频率 比之前有了大幅度提升 徐师傅 我看您是用心做了一台机器是吗 看着跟以前比 是大便样啊 是啊 现在我重新做了这台机器 实际是因为原来那台机器 随部的效果还是不理想 效率也很低 原来它的竹上的波片 它只有一片 转一圈的话 它只能垂一下 感觉还没有人工快 现在我把这个竹上的波片 由一个改为两个 这样转一圈的话 它可以垂两下 速度它就快了 速度快了就能垂得好些是吧 对对 另外我也不用手摇或者水冲了 直接把它改为用电机 它的转速更高 我锤了它就增加了 锤步的效果也应该是更好 那要不然我们试一试 这些效果怎么样 现在呢 这里也没有步 找你其他东西 试看一下 为了验证 新改进的机器的效果 徐招财拿来一些黄豆 准备测试一番 徐师傅 我看您准备了一些干黄豆是吗 我们可以拿着干黄豆来试一下 看效果怎么样 这么多黄豆的话 那我们大概锤多久呢 这个要不了多久 大概十分钟左右吧 就应该把全部锤碎 行 那我们试试看吧 看看锤的这个速度怎么样 虽说干黄豆硬度不是很大 但是要想把它们变成黄豆粉 也需要花一番气力 改进后的自动锤步机 能轻松应对吗 很快 很快 准备工作就绪 徐招财启动机器 全新的机器简洁了不少 在电机的带动下 薄片快速压动杠杆 驱动木狼头 抬升落下 重重地砸在一粒粒黄豆上 皮带轮飞速旋转 整个锤击过程明显增快了不少 木狼头有节奏地一上一下 强有力地落在黄豆上 改进后的机器出手不凡 没过多长时间 黄豆就被垂击成粉 渐渐失去了圆润的外形 已经垂好了吗 垂得差不多了 你看这袋子全部都烂了 行 差不多了是吧 那我们倒出来看看吧 来慢一点 倒出来看看 好 徐师傅 我们看一下这个锤的效果怎么样呀 这些黄豆好像已经都变成粉了 基本上都碎了 看不到整粒的这个黄豆了 对 看来机器锤的力度还是挺大的 速度我刚才看了一下 还是快了很多的 对 在同样的时间 它锤的次数多了 锤布的话应该比上次好了很多 觉得咱们这个黄豆锤得不错 就是锤布也没问题了是吧 这个肯定没问题 锤布的话肯定比上次效果好 找它们锤布试一下 您觉得还是很有信心的是吧 肯定是有信心 有信心 那我们就去看看 学会了制作亮部 欧阳嘉宏便开始学习刺绣 以备给三岁的女儿 筹备将来的嫁衣 苗族相亲 用织物来记载自己民族的历史 流动飞舞的针线 犹如画家手中的笔墨单轻 留住了不同时代 不同地域 别具风格的独特记忆 凭借灵巧的双手 与生俱来的艺术天赋 把对祖先与神灵的敬畏 对生活的热爱 以及对自然的理解 以各式图案呈现出来 精美的刺绣 配以上好的亮布做底 刺绣与亮布相应生辉 将千般心思凝结在服饰之上 不考虑时间 不计较成本 用最好的时光打造盛装 留给子女 留给至亲 改进后的机器 外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徐昭才介绍 新机器垂步速度快了 效果肯定也比之前好 看到徐昭才改进好了机器 欧阳嘉宏暗自盘算 如果机器好用 便可以不用那么辛苦劳累 也能节省出来更多的时间 用来刺绣制衣 于是同意 再次试用机器 并且和机器 来个效率上的对比 徐师傅 欧阳嘉宏 我们马上要进行一场 垂步的比赛是吗 对 那我们今天怎么比呢 我今天就用这一台机器 挑战你们四个人怎么样 看垂步的效果好不好 一台机器挑战四个人 对 行吗 没问题的 今天我们刚好带来两块布 那这布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布染了一次 然后现在正需要锤 第一次的时候 那锤完的效果会是什么样的呢 锤了过 它的布会变薄 然后颜色也会变亮 会变亮 会变薄是吧 对 那样的话锤出来的效果就非常好 是吧 对 那我们有信心赢得今天的比赛吗 有信心吗 有 非常有势气 那您这边呢 肯定行 没问题 也有信心是吧 对 那我们就比比看 在一个小时之内 我们看看双方各锤一块布 哪边锤的布效果好 哪边就获胜 那我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了 行 那我们现在就把布交给您 然后我们就开始吧 好 开始 比赛 比赛开始 双方立刻进入战斗状态 人工发挥人数优势 四人同时锤布 大家配合默契 动作整齐 每个人的手臂都高高抬起 重重落下 木锤在空中画出美丽的弧线 暴风骤雨般扎实地落在布上 一次次锤击过后 布的颜色略微变浅 泛出淡淡光泽 徐昭才不慌不忙 启动机器 配合机器的节奏 不断移动布料 机器的木榔头一上一下 每一次锤击都铿枪有力 机器的钢铁手臂 不知疲倦地来回挥舞 在层层叠叠的布上 留下若有若无的痕迹 二十分钟很快过去了 比赛双方你争我敢 互不相让 人工这边 木锤平平胖胖 锤记得十分有力 生怕输给了这台 其貌不扬的机器 大家像是练齐了多年的鼓手 配合默契 落锤时轻时重 节奏时级时徐 想生此起彼伏 毫不欢畅 咱们这边进展怎么样呀 进展很深夜 这个的孩子 有很多人是在等着的 对 我看你们非常不卖力地在锤 对呀 那锤下去这个 变化也很大是吧 因为我们各个的力气都很大 然后锤下的力度不一样 它的效果也不一样 锤的力气越大 它变化也会快是吧 是的 可是机器那边速度也很快 它的力度也不小 你觉得等会能比过它吗 我觉得它机器那个力气还是没有 我们人格这个力气大 因为我们有四个人嘛 它才一台机器 所以肯定没有那么快 我觉得 结果也没有那么好 我觉得 觉得还是有信心能有 对 是吧 行 那我们加油干好吧 好 徐超才依旧有条步本 剑缝插针 来回移动布料 和机器配合得天衣无缝 徐师傅 您这边进展怎么样 还顺利吗 还顺利 这机器改进了 它现在运转都很正常 它的速度也比想快多了 现在我只要转一下步 很轻松的 可是人工那边速度非常快 它们四个人 锤的速度都很快 你一台机器能比过吗 等一下 它们锤时间长了 它们是感觉到疲劳 它们会慢下来 它们在后面肯定没有快的 那您也加油 咱们就比比看 最后锤出来的效果好 比赛进行得如火如荼 围观群众也看得饶有兴致 第一次见这种锤步机 感觉挺新鲜的 不管是力道也好 速度也好 都挺快的 那我觉得一定会赢 支持机器是吧 我觉得不一定 你看这人工是四个人 而且它们锤的力度和速度 并不比那个机器差 所以我觉得人工可能会赢 但你知道吗 对机器它是不累人的 那我们看一看 对 等会咱们看看结果 哪边锤出来的不好 虽然锤步过程十分枯燥 但是双方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都竭尽全力 放手一搏 随着木锤的每一次落下 锤步生生 如明中激情般 铿腔红亮 从耳旁掠过 飘向远方 比赛已经进行了四十分钟 欧阳嘉宏和其他三位人工 已经开始疲倦 但是看到机器速度不慢 它们只好咬紧牙关 继续坚持 左右两手轮换锤步 咱们垂了这么长时间了 感觉累不累啊 还是有点累 手很酸 有点累了是吧 对 我感觉你们垂得好像 不如指甲速度快了 对 因为时间太长了嘛 很脱燥啊 来 唱一首歌 来缓解一下好不好 加点油肚 来 给气 加油 这歌好好听啊 这什么意思啊唱的 这个是垂布歌 垂布歌就是垂布唱的 对 对 对 我们垂布累了 我们放松一下 我们常常在 这个歌呢 就是我们父母要我们垂布 好 给我们做嫁妆 把我们嫁出去 哦 这样的是吧 那就是为自己 做嫁衣的时候唱的歌 是 是 是 好 那我们加油 给自己鼓鼓叫 好吧 好的 做出来 就看你的衣服 嗯 亮布的魅力就在于在千百次锤击中脱胎换骨 但在此之前 必须折服 积蓄力量 直到最后的 华丽变身 最后十分钟 双方都重整旗鼓 全力冲刺 人工师傅们抖操精神 奋力垂击 宛若对阵雷鼓一般 气势磅礴 机器这边也是稳如泰山 木狼头如万马奔腾 横扫千军 随着倒计时的响起 比赛结束 究竟谁垂出来的布 更为上乘呢 徐师傅 欧阳家伙 我们看一看 咱们双方垂出来的布 对比一下今天的比赛成果 好吧 谁垂得好呀 你算我们垂得好啊 好像感觉你们这个布 垂出来的非常平整 是吧 而且还滑 摸上去也比较光滑 挺薄的 变得很平整 而且薄了一些 比之前的阴一点点呢 好像是挺实了一些 颜色好像也变白了一些 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您这部看上去 好像是还比较软 虽然也平整了一些 但是好像你看 它那个布非常挺实了 垂出来 但是您这部好像就比较软 你看这个布比较挺实 非常平整 颜色 还有它的保号都不行啊 看来您这个机器还是不行啊 没比过人工啊 今天的比赛您输了 感觉还是它那个比我再好一些吧 力量没有我们人工大 我们锤的时候 我们手的时候扬得很高 所以它那个太矮了力度不行 回去再想一想 改进改进 经过反复测试 徐昭才发现 目前机器的结构 即便是增加多个木锤 依旧没办法提高锤布的强度和频率 如何能让锤布的过程变得更快 更有力呢 一天 徐昭才练习书法 蘸满墨汁的毛笔 由于重力作用 墨 滴到了宣纸上 看到运染的墨低 徐昭才突然有了想法 之前 它从没有考虑过重力作用 如果可以将榔头改为直上直下 这样一来 既可以缩短提升的时间 又可以增加锤机的力度 改进后的自动锤布机 重新设计了机器的结构 两个提升壁直上直下进行锤布 通过提升落下产生的重力势能 增大锤布的作用力 此外 新增加的变速箱 可以让锤布的频率进一步提升 实现更快更好的锤布 徐师傅 我看您这是又新做了一台机器是吗 对 重新做了一台新机器 之前的那机器虽然做了一些改进 但是它的锤的力度跟速度 不是这么理想 因为原来我们使用的是杠杆 提升的高度有限 再怎么改变它的速度 也还是提不起来 现在我把它改为直上直下这样锤 不仅它的提升高度提升了 还同时增加了一个重力势能 这样它的力气也更大了 原来的一个锤 增加到两个交流就更高了 把两个皮的能锤掉了 改为一个变速箱 不仅结构简单了 效率也高了 听您介绍的还是很好 我觉得改进后 咱们这个机器变化也是非常大的 要不然我们还是试一试它的效果吧 为了给记者演示改进后的机器的效果 徐昭才准备了一盆蒸好的糯米 打算用机器打瓷巴测试一下效果 现在的糯米它是颗粒状的 要把它吹成那种像后面那种面团一样 非常有粘性的那种是吧 对 这么多的米的话咱们要吹多久呢 因为现在这个机器的话应该隔了十分钟 如果是人工的话肯定得半个小时 现在做的机器它速度很快 十分钟应该没问题 全部能把它吹好 行那就试试看吧 别看糯米柔软 想让糯米变瓷巴 还得拿出点真本质 很快准备工作就绪 考验机器的时刻到了 启动机器两个提升臂左右交替出拳 重重地落在糯米团上 瞬间糯米团就被垂出一个个大坑 果然改进后的机器动作麻利 明显提速很多 机器左右开弓 拳头密密地砸在糯米团上 没过多长时间 柔软的糯米团变得结实紧致起来 十分钟很快过去了 最终的效果如何呢 可以了 切好了是吧 这个力度好像还是很大的 糯米已经都被砸出来了 这个力量挺大的 塑料袋好像也都破了 那我们还是把它放到盆里 看看效果怎么样吧 徐师傅 这是我们捶好的瓷巴了 刚才我们做到米中的 现在全部捶成这种 像面团一样的 这样倒的话你看 连勺子就粘在一起了 倒过来都不会掉 看出来年轻很难 就说明咱们锤的效果 还是挺理想的 看来这个改进 还是非常成功的呀 低度速度都比以前 大大提高了 看着是锤布的话 它的效果肯定还是更好的 行 那我们就找他们 再去试一试看一看 七天后 村寨里就要举行庆祝仪式 这次欧阳嘉宏要参加木鼓舞表演 新打造的银饰已经做好 欧阳嘉宏也选出了最满意的绣品 可是做衣服的亮布 他始终没有挑到满意的 亮布的颜色光泽还差一些 他希望能做一件完美 并且能保留很久的衣服 究竟是退而求其次开始质疑 还是继续垂步 这让欧阳嘉宏犹豫不决 徐昭才带着全新的机器再次登门 看到徐昭才迫切想得到认可的样子 欧阳嘉宏有些动容 如果机器真能解决垂步费时费力的难题 那么大家就能更轻松地享受生活 经过商量 欧阳嘉宏和徐昭才约定再来一场比试 通过比拼 讨厌一下这台机器的身手 徐师傅 欧阳嘉宏 我们今天还要进行一场垂步的比赛是吗 对 那我们今天怎么比呢 今天我一台机器比他们八个人 想挑战八位人工是吗 对 那您觉得有胜算吗 这次肯定能赢 这次我机器全部改进好了 那您觉得一台机器能比过你们吗 我觉得不能 因为我们都是经常干的 经常在家垂步的 我觉得你的身上很小哦 那我看咱们布已经准备好了是吗 这布现在已经很硬了 就是经过多次的染和垂是吧 对 这垂了多久了 就是垂了多少次了 很多次了 数不清 反正这个就是最后一次要垂的 那垂完之后 它会是呈现一种什么状态呢 颜色也会变量 也会比这个薄的很多 就是比现在还要薄 还要亮 是吧 光泽度也会很好 这一次垂了过后 染不是还要拿去染嘛 如果垂不好的话 染出来的效果就 就不漂亮 就不好 就是最后一道工许了 非常关键 行 那我们就比比看 咱们就在两个小时之内 双方各垂两匹布 我们就看一下 哪边垂出来的布效果好 光泽度 平整度 看看哪边能成为 今天的垂步高手 那我们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有信心吗 有 好 非常有试气 那您这边呢 我这边肯定没问题 你们一定会输的 那我就宣布 三二一 比赛开始 比赛开始 双方你真我敢 开始垂步 人工队利用人海战术 四人合作垂一匹布 战线全面铺开 人工队的姐妹们 动作马脸 手上的木垂 立刻在布上飞舞起来 清脆悦耳的垂步声 节奏不急不缓 密密地垂着 一遍又一遍 直到布 变得又平又斩 徐昭才信心十足 调整好机器 开始垂第一匹布 全新的机器 重拳出击 所向披靡 垂机的节奏 很快 很有力 这样一台新奇的机器 吸引了不少村民前来围观 大家都很感兴趣 等着看个究竟 您觉得这个比赛 等会哪边会赢呢 我觉得机械都会赢 机械力度掌握得好 全部都差不多 平地稳定 人工它有重有心 所以我觉得机械应该会赢 一下子追击八个人 以一敌八 我觉得这个机器 还是有点不靠谱 毕竟手工垂步 它是我们这里的 一项传统手艺 垂步的力度 还有这个经验 人工的话 它可以自己把握 相信人工 垂得会比较好一点 人工师傅这边 每个人都非常卖力 左右手轮换垂步 但是整个过程比较枯燥 时间一长 人不由自主 有些疲倦 杨家红 咱们这边 全部进展怎么样 还顺利吗 你还顺利吧 那个步很厚 所以要很慢腻 如果不慢腻的话 它的效果不明显 今天的这步 已经不太好捶了 是吧 感觉好像它 捶了半天 变化不是特别大了 是吧 它这个效果不是很明显 所以需要更大的力量 和时间来捶它 是吗 很累 机器那边速度也很快 力度也很大 咱们八个人能比过它吗 我们都是经常在家锤的 应该能比过它吧 那我们还是加油锤 等会儿看一看结果 好吧 好 加油 与人工师傅相比 徐昭才比较轻松 机器锤步很快 遥遥领先 一个小时过去了 徐昭才开始锤第二块步 看到自动锤步机工作起来 又快又省力 一位大姐在一旁 跃跃欲试 很想亲自试用体验一番 徐昭才对自己的机器很有信心 欣然答应了这位适用者的请求 自动锤步机使用简便 一学集会 这位大姐很快就掌握了技巧 与机器配合非常顺畅 徐师傅 您这边怎么换成大姐来锤步 您在这儿歇着了 在旁边看到机器锤步挺轻松 想试用一下 对 试一下 那咱们正比赛呢 您换上了新手 那咱们这比赛速度会不会影响呀 没有 我的机器操作很简单 很快能掌握 它就自己能锤了 这个不影响比赛的 那您这边也给大姐加油 你们一起合作快点比 好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工那边速度早已不复当初 但是依旧稳步推进 为了加油鼓劲 大家开始唱歌 为枯燥重复的工作 增添了乐趣 你别的机器好不好用啊 还可以 还可以是吧 比我们人工的厉害多了 操作也很简单是吧 是 我们人工 我们用人工锤的时候很累的 真是很累人 大姐您刚才试用了这台机器是吗 感觉怎么样 还好 力量也大 速度也快 能够比不上这个机器 机器发挥稳定 总体进展顺利 像一个舞者不断起落步伐 用规律的节奏 跳出了不平凡的精彩 寂静的村寨 每天锤步声都此起彼伏 但是今天的锤步声 格外有节奏 连绵不断 机器持久有力的锤步声 穿透了整个村寨 今天比赛的输赢 似乎并不是双方最在意的 大家更关心 传统与创新之间 能否碰撞出火花 在肩手中能否寻觅 突破的新途径 最后二十分钟 双方卯足了劲 进行最后的冲刺 无论人工还是机器 每一下敲击 清脆 激扬 有力 顿听的锤步声 像一首朴素的民歌 似有节奏 有韵律的天籁之音 回想在村寨的上空 请 出于蓝 而胜于蓝 最终 哪一方锤好的布 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呢 徐师傅 欧阳嘉宏 那我们能经过两个小时的比拼 咱们就看一看谁的质量好 肯定说我锤得好 你看这布又亮又光滑 就感觉这个布锤得非常平整了 锤之前好像感觉 上面还有一些坑坑洼洼 两匹都这样吗 咱们看看两匹布的效果 你看一下 两匹的话全都锤这么亮 这个也锤得很好 是吧 感觉非常平整 是吧 您觉得呢 还挺好的 非常平整 非常均匀 然后亮度也非常亮 对比你就知道了 这个效果好像还是挺明显的 这边比较光滑 这边好像感觉 还是有一些坑坑洼洼的地方 不平整 不够平整 亮度好像这边也是亮 感觉是名副其实的亮布 对对对 那今天的比赛 那就是机器这边锤出来的布 效果更好 那就是机器获胜了 您认可这个比赛结果吗 认可 效果就在摆着的 幸福可福 是我们输了比赛 但是我们赢了一台机子 我们也是值得的 觉得这台机器还是好用的 对对对 我意想给你买这样一台机器 感谢你的认可 这台机器能为你们帮上忙 我也很高兴 恭喜你们双方 五天后 用机器锤出来的亮布 制作的新衣 做好了 欧阳嘉宏穿着新衣 参加了木鼓舞表演 整身装扮五彩炫目 依旧掩盖不住 两部金属般神秘而冷艳的光芒 在音室的叮当作响中 在裙摆的一步一摇曳下 欧阳嘉宏的每一个动作 都变得优雅而从容 令人惊艳 用光阴打造的盛装 带着岁月的温度 也传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与向往 徐昭才发明的自动锤布机 主要由电机 变速箱 传动装置 提升壁 锤布装置组成 电机带动两个提升壁上的锤布装置 交替 抬起落下 直上直下进行锤布 大大减轻了 人工锤布的劳动负担 经过不断改进 自动锤布机 锤布速度快 力度大 效果好 最终得到了老乡们的认可 徐昭才通过不懈努力 也实现了自己的发明梦想 徐昭才发明的自动锤布机 我觉得设计非常的巧妙 结构很简单 但是非常的实用 效率也很高 利用电机和变速箱 来实现两个锤点的 自由上下的交替下落 来达到锤布的目的 如果要说改进的话 现在它的锤布的点 是两个 可以考虑增加它的锤布点 来提高它的效率 另外一方面 现在转步还需要人工来配合 如果也自动化的话 那将非常的方便 亲爱的朋友们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关注 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和新浪微博 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的科学顾问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彭梦华老师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科教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是丁熙 下期节目再见 板面净到爽口充满家的味道 一碗好吃的面条 制作起来有着怎样的奥秘 小小机器显身手 从面粉到面条一气呵成 它究竟蕴含着什么样的精巧设计 研发过程屡次失败 坎坷曲折 且看发明人如何用妙招 克服制作难题 敬请收看我爱发明 面条速成计 age 态下来